近日一辆百四号车在北京朝阳区撞上桥墩 随后车主情被查出是当红小心肉李一峰 除了撞车事件引发网友热意外 这辆号车也被网友爆出 价值在800万左右 俗话说一车一性格 在娱乐圈有了明星的爱车却又旧又破 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出道20年的歌手王力宏 虽然年收入破亿 却是圈那有名的接见王 他2011年买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竟是一台限制约1.2万人民币的二手车 车铃已经十年 让网友直呼 作为一位真正的男神 即使开二手面包车 一样是高富帅 严成旭也是娱乐圈有名的接见明星 他开的是车铃约十年的车 前一辆车更是因为车子的排系管 在半路掉了而成为笑谈 而和严成旭有过一段情的林志玲 作家也是一辆开了12年的旧车 2004年林志玲受邀为一款车代言 厂家赠送林志玲一辆 补到20万的车 一直开到现在 周星驰在娱乐圈打拼30年 财富已经超过13亿人民币 不过身躯紧出的他已经多年没换车 而且他大多数时间都骑自行车出门 徐静磊身家过亿 购入了张子怡出售的一辆混合动力二手车 售价只有20万左右 飞玉清出道36年 外传他个人身家超过4亿人民币 不过他的call在娱乐圈是出了名的 他一件西装一条皮带 穿了15年都还不肯换 而且至今都还没有买车 一直都是以出租车代步 2014年 飞玉清因为坐出租车 还不慎将装有各种证件的公文包一时 不过最夸张的还算大一哥朱之文 他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坐红后迄今为止 却没有买小轿车 名下只有一辆电动自行车 和几辆摩托三轮车 这样的明星 怕是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